大家早晨好 这个弥勒市景平山这个驻车地非常的棒 还可以摆摊的 昨天我是停在炒坪上 那是临时停车 这个石枕的这块 就是长期可以停车 然后水也很多 然后也可以搭帐篷 我天天找人起来 要把这个上边的窗户 旁边的窗户都开开 然后扫一扫 因为它这个空间呢太小 然后说纱窗一整 把它那毛毛就出不去 所以早晨一定要都藏开 然后再把纱窗关上 小阿太又傻了是不是 今天早晨又想吃我的乔麦片了 我就是喜欢这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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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这个 吃那个又滑又嫩的 所以我就会这样吃 然后我也不搁锅里煮 我就直接搁碗里 搁上牛奶 然后把它放到微波炉里 打2分钟或者是2.5分钟 但是不能让它冒出来 冒出来 冒出来 就麻烦了 整个哪都是 然后它就特别的糯糯的 这个再搁到 哎呀搁到微波炉里 2分钟 那就行了 2分钟正好还没蒲出来 然后再放一点点蜂蜜就可以了 这个蜂蜜片特别适合老年人吃 再吃点牛奶补补钙 蜂蜜呢对身体又好 没这样做的这样做着 真的好吃 米勒市啊 它公园太多了 景色好的地方也特别多 我都没顾上给大家介绍我这个 住车地景区 这个就是锦坪山嘛 锦坪山景区啊 有电锡河 五彩云池 今天早晨呢 我呆阿泰 六的时候 我看也很美的 这款的住车地非常棒 水也都接到这个跟前了 也有很多水龙头 然后也可以摆摊搭帐吧 空气又好 我为什么没上那个锦坪山景区里呢 它这个景区啊 就是要登山的 然后挺高处啊 有一个弥勒大佛 我这个腿还不太好 然后我一般都不是太去寺庙什么的 所以我就没去 昨天呢碰着一个姐妹 跟我是同龄的 她也是自己出来的 然后我就说起来 把老公扔家以后 我说 很多人也有不同的看法 她说 哎呀你别管她 我老公给家看孙子呢 我老公说的 你出去吧 你还能走十年 她也是身体特别不好 就是更连期的症状老不过去 所以她也是出来善心的 她说 不要听别人说什么 她说这个东西千万不要听别人说什么 嗯 这个年龄了 你要考虑身体什么的 你这个做直媒体有粉丝啥评论你 我这个没有这些烦恼 但是亲亲朋友 也会给你不断的打电话 啊不要孙子了 哪天回来呀 啊你这个啊 就行刺你自己啊 这师啊 哎呀 她说也是七嘴八舌的 她说后来我就再打电话我都不接了 不要听那些东西 其实她跟我闹了以后我也感觉 俗话说走自己的路 让人们去说吧 只要不走别人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就行 是吧 头多大事了 还有多少个十年呢 按自己的医院活就对了 这大帐篷 这车还有厨器的 早晨厨器溜的 所以 我刚来的时候啊不知道 你看看 是这样的停车的地方 哪边都有 那边还有 有很多很多 我的无人机啊还坏了 还没修好 如果修好的话 飞一飞该有多好 还没修好 那还得抓紧找他们 这个停车厂啊 太大了 非常的大 而且环境是一流的好 从这个小路下去啊 下面就是 滇西河 阿太走吧 走吧 走走走 这么多田我还没顾上逛一逛 其实这儿的景色也非常的美 这旁边就是电锡河 这个电锡河呀就是长满了水草啊 你看那上面呢 啊 所以叫七彩 云池嘛 就是 有一些浮生物啊 就是长了很多 然后阳光一照色 就是各种的颜色 现在我看到这些啊 都是景区的外围 都是水变的出入的 就感觉什么颜色的都有 五彩云池往正走 来呀阿太 看看五彩云池 就是它河水上面的浮生物啊 什么颜色的都有 修的这种 站道 然后 从这儿就可以观赏五彩云池 我们现在往景区门口去看一看 景区门口了 这个修出来的也叫五彩云池 这个修出来的也叫五彩云池 看看 这几个这儿 景亭山 风景区 这就到了它的门前了 上山呢主要看的是一个弥勒佛的像 非常的巨大很壮观 门票很便宜 差二十多块钱 但是我不上去是因为腿疼 你咋跑得那么快呀 你咋跑得那么快呀 从哪能上去 咱俩又走错了 咱俩又走错了 咱俩再次船 咱俩更窄 也行 咱俩再次带